2000年的某天,任正非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怒吼,那是任正非的声音,李毅南,华为总裁你都不愿意干,你要反了天了,李毅南的气势也很足,他朝任正非大喊,对,我早就不想听你的了。 不久后,李毅南真的离开了华为,他不是一个人走的,他还挖走了华为内部的多名技术骨干,之后一直跟华为作对,又过了15年之后,李毅南却进了监狱,看到他的结局众人唏嘘不已,当年在华为的时候,大家对于李毅南的评价是很高的,但凡认识他的人都不说他是人才,而是称赞他为天才,努力是后天的, 但天分是天赐的,别人的15岁还在街上玩,李毅南在15岁的时候已经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的少年班,读书生涯一晃而过,23岁的李毅南进入了华为,在华为,他的进步依旧很快,四年之后,他已经晋升为了华为的副总裁,这样快的升职速度让旁人羡慕不已,但他虽然身居高位, 但管理能力却令人堪忧,因为李毅南自身的能力很强,难免是财傲物,他对于下属的任命只看能力,如果下属能完成任务那就留下,如果没能力那就卷铺盖走人,员工们对他的做法议论纷纷, 任正非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,他深知李毅南的能力,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心比天高,是应该适时的打压一下,才能在公司里混得更好, 于是一个星期之后,任正非就把李毅南换到了销售部,李毅南在得到消息之后当场就料挑子不干了, 他直接推开了任正非办公室的门,当面质问任正非,两人还没交谈几句,李毅南的脾气就直接炸了, 扬言总裁这个职位他不稀罕了, 年轻气盛是人之常情,但自己的选择需要自己来负责,很快李毅南就走了, 他带着人创办了港湾网络, 对于这件事,任正非没有表示出不开心,也没有打压他,只让人给他带话, 说,华为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,但李毅南却不接受这份好意, 反而接受了来自美国的资本力量,在开创了新门户之后, 他开始生产与华为产品类似的商品,只是为了针对华为, 这种行为让任正非不能忍受,任正非直接起诉了港湾网络, 李毅南兴起的风浪马上就没了,之后他就回了华为, 继续在华为担任副总裁,但李毅南兴风作浪的心不减, 两年之后,他又跳槽到了百度,这也不稀奇, 关键就是2015年,他因为商业犯罪进了监狱, 这位天才的风光使就此画上了句号, 同样唏嘘的人还有任正非,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, 人生太过于一帆风顺并不是件好事,甚至还是灾难, 挫折带来的不仅是货,更多的是福, 任正非也不是天生就会管理公司, 他的管理能力也有所欠缺,这是他亲口承认的, 但他有一种很正确的管理手段就是发钱, 他坚信,只要钱给对了,管理上的问题就能少一半, 事实也确实如此,到2020年,华为内部持补员工的薪资大约是60万, 有时候,华为还会把公司盈利的钱拿出来一部分, 用这一部分钱鼓励公司的员工, 任正非花了30多年的时间,成功将华为发展壮大了, 如今的华为已经不是当初的小作坊, 而是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, 让外国人知道如今的中国已经很强大了, 能有这样的结果, 任正非功不可没, 注定要在轻史上留名, 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华为的管理手段, 而华为的独有秘诀就写在书里, 这些书就是华为内训、华为工作法、华为管理法以及华为经营法, 它们被统称为华为四部曲, 书里写的就是华为成功的经典, 万事都讲叫勤学苦练, 勤学是基础, 苦练则是必须要有的过程, 少一样都很难成功, 不如先学基础, 看看这几本书, 让自己的脑子里有可实施的想法, 然后再为之奋斗,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。